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我們今晚討論的話題就是關於豬流感 還有因為豬流感,我們再去探討一下中醫的發展 在香港發展的前景 今晚除了我們常任主持李永康之外 我也有很多很多的嘉賓 他們都是來自香港中醫師權益會裏面的理事和成員 其中我相信余國偉是兩年前左右 他們都在我們這個電台上 大家都探討過中醫的處境 我們當時都分開三次,都講了六個多小時 但時間都成兩年 我相信中醫應該都有些新的發展 但我們看到一樣東西 是今次香港的豬流感的事件 香港政府在處理豬流感 都很清晰地說流感的危機 我們都要鄭重和提高境界 但當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政府方面只是講多一件事 你就要吃突敏覆 還有要打流感針 還有香港現在的所謂流行病的法例 如果你是患到這些他們認定的傳染病 基本上你是失去全面的自由 即是你沒有權利選擇 你要去怎樣去醫 就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在最新是自己關在自己家 過去很多時候就要關在一個特別的指定的地方 但你也看到整個訊息 就說有什麼事就看西醫 吃突敏科打針 香港好像沒有中醫存在 直到最近 我覺得兩三天 已經開始聽到 有些中醫師工會 開始這樣說 我們其實都正在研究中 處理今次的豬流感有什麼配方 我們會盡快製造一個適當的藥方 如果真的爆發的時候 我們會在坊間大量給大家採用 你感覺上很有趣 在香港的醫療界 遇到這些問題 政府會投資很多很多的金錢 去儲備突敏覆 然後就不夠用 但到中醫要做事的時候 它都是很義務的 如果坊間需要 所以差不多是鎮弱的 不會說政府 不如你都主定這些 中醫工會裏面 研製出來的配方 那就嘗試用這些方法 給香港人選擇 完全是沒有這個選擇的 所以可以看到 香港的中醫處境 仍然都是挺悲悲的 那或者在這方面 我先請余國偉 先和我們分享一下 這件事你們最近發生了什麼 是這樣的 剛才袁醫師說中醫會 所謂派糧茶的問題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 5月18日 這個衛生食物局副局長 梁卓偉醫生 就是做主持召開一個 防疫的會議 就是召開了 在5月18日 那就是通傳了 他心目中的中醫團體 大概是11個左右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 香港中醫界的 比較老資格的會 其中一個會議 就是你剛才報紙的廣告 那個會議 我亦都不同的賣廣告 會議後 我聽見這個會議 有出席的兩個人 是很著弱的 可以說是很光榮 他意思是江榮何在 意思是說 從來衛生署開這些防疫會 未曾試過召集中醫的人去開會 那開什麼會呢 主要是很簡單的 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要注意病人 有沒有類似的疑似病 就要快點轉嫁 就已經這麼興奮了 那你想想 香港中醫界是否一個笑話 我覺得是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有一些年紀都很大的 又是會的 主持人 他還笑話 他說 他已經煲了涼茶 派給街坊喝了 很前衛 但是後來有句話 說得更好笑 他說 我不知道對不對的 那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就不要亂煲了 那你煲得給人喝 為什麼要說 又不知道對不對呢 真是聽見 真是 烏苦愛在 因為始終 如果大家認識中醫 都知道 中醫是一個辯證論治的基礎之下 看病人的體質 當時病的反應而定 其實自然醫療很多時候都是 在同學療法 我們用在流感方面 基本上都有三十多種藥 當然常用的那幾種都是五六種 但始終要變症 不是就這樣 就是一個方 或者一種藥 就是足夠可以處理到的 我們看到 中醫 今次的 你剛才所說是第一次的 以前從來都沒有 沙士期間都沒有 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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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不是楊卓偉 是一個新上任的 梁卓偉 梁卓偉 因為是上任新的副局長 今次他可以說是 叫做粉墨登場 是 這位都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青年派的作風 就會講立一些意見 甚至就是說 在座各位如果有意見 都希望你們盡快 你直接寫信給我 這樣的言論 我覺得他這種 無論他是任何的 心裏面想什麼都好 始終都是比較開放些 我覺得是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 香港的中醫藥界 總是被忽視 很簡單 西醫 我最近都寫了一封信給他 西醫就說什麼呢 就說化驗 得出一個報告 你是哪種類型 接著就找回他們 針對性的 當然是西藥 是不是 其他姐姐不是很多藥 針對性的藥 針對性的藥 沒錯 就是這樣的醫病 對號入座 但是我們中華五千年的 中醫藥文化 就完全不同 我們是說什麼 上公自未病 未病是先防的 肌病是防變的 在這個大原則之下 去四診八綱 辯證論治 整體觀念 我們不理你 豬流感 人流感 還是沙士 反正那個病人來到你面前 我們是根據他的體質 根據他的所謂 陰陽表裏寒熱虛實 結合我們望聞問切 而定出方則 治則 藥方 去治理他的病 所以無論你03年 沙士的年代 很多人都害怕得要死 甚至有些西醫走老 尤其是台灣 好笑話 但是香港的中醫界 亦都因為衛生的所謂防疫條例 是 假若有一個病人去到你的診所 中醫診所 是 有這些症狀出現 所謂症狀是發熱 喉嚨痛 咳嗽 流鼻涕 是的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傷風感冒症狀 沒錯 但是他的防疫條例 你是不能跟隨的了 你一定要向上通報 並且要儘快送他去 洗衣 應該要去醫院 那你繼續去治理 你是違法的 是 嚴格說 他根據法例的精神 是 所以 所以 回到2003年 亦都有很多 街坊朋友 他看開那個中醫 他平時有什麼頭痛心意 都是找那個中醫 就等於是醫事顧問 家庭醫生 是 撿兩杯茶喝了之後 燒就退了 人就清爽了 最好還是沒有副作用 那裡好 是 你吃西藥吃下去 副作用 零射是突出的 起碼你吃了西藥之後 你的人就累了 就要睡覺了 那 即是有一個問題 你看回衛生署給香港的中醫 那封信裡面 都是這樣說 如果你遇到這些疑似 疑似的株流感 那你要轉界 但問題是這樣的 根本這些 這樣的季節 雙風感冒發熱 發燒 這些是很普通的 那相信很多中醫 都是 都見到這些病 那 好了 那怎麼辦呢 你怎麼知道 這個是不是 H1N1 你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就算西醫也沒有辦法知道 即是很滑契 那怎麼辦 人家見到平時看那些雙風感冒 今次就要傳媒轉嫁去西醫院看 所以我也有前一陣子遇到一個朋友 大家聊起來 他感覺上 在一個講座裡面 這個聽眾 他說 如果在西醫那裡 為什麼西醫有一個優越性呢 因為他可以知道 這個病是哪一種病毒引發 如果大家了解我們的節目 經常都很強調 那個細胞 細菌疾病學說 已經老早被人推翻 因為我相信 很快 你會發現 很多的病人 是被檢查之下 他是所謂有H1N1A型的 所謂呈陽性的反應 但他任何病徵都沒有 即是我們經常都很好 即是都說 就是說 根本病毒細菌 不是一定治到那種病 所以到頭來 整個整個陣形 是一個這麼含糊的陣形 你怎麼可能 叫醫生 在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就馬上叫病人去醫院看 好了 這個講座裡面 我都有 大概都有四五十人 我就問 在在座 如果他們遇到 認為可能自己患到這個病 有多少位 會立刻去找西醫 你吃一瓶蜂蜂 大概三個人舉手 哈哈 我為什麼看到 大部分人 香港人 其實都不太認同 西醫的那種方法 尤其是經過沙士之疫 香港是17%死亡率 比全世界的國家 都是最差的 明顯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種治療方法 用利巴韋林 三種抗生素 雷固醇 導致二百九十多人死亡 還有近三千人 永久相殘 這個事 其實當時香港人 都不是蠢得這麼交官的 雖然香港教育都不是好得哪裏 但是思考的人 都有的 所以你看到 整個這些所謂的防禦措施 是根本不可能就效的 如果我們都提及 在美國 很多在美國回來的 那些朋友談 根本美國全部都沒有任何的防禦 沒有什麼人戴口罩 好像平時那樣住常生活 所以你看到 美國是最多的 所謂證實的患者 差不多三千七百多 最近說 真真正正 美國的CDC 已經不再去找 不再去數人頭 因為沒有用的 估計成十萬人有的 因為很簡單 原來也有流感 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流感是一定要 A型 H1N1 其實什麼型都有流感的症狀 所以我們看到 這件事 可以這樣說 是怎樣呢 你去做也是壞 你不做也是壞 最重要最重要 我有沒有一些有效的醫療工具 我經常提及 如果我有一種方法 然後閉上眼 完全沒有副作用 一兩天就搞定的 這樣有沒有很害怕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一回事 我想講講 中國的人 和香港人 民間 傳統的 在這方面 傳統的 用中藥 這些流感的問題 傳統的中國人的智慧 不是由八角的製成品去醫療感的 是有一條處方 處方之中 它是產生了調和人體之間各方面的適應度 比方說,消鹽殺菌的中草藥大多數是寒涼,寒涼或者散 中醫智慧就是把這種寒涼散的藥性加健脾胃的藥 健脾胃藥調和了副作用的抒解性 而且中草藥很神奇,有些可能會通血脈,安眠,安神,舒暢經脈,頭痛,這些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大多數都不知道,只是有一種簡單性的製成品 像八角之類的製成品去成為所有人享用的一種藥物 就是一種被人覺得,很多人都知道八角只是一種調味品 但是並不可以代表可以對很多病毒性的細菌 構成一種比較強有力的殺菌作用 為什麼呢?因為特敏福的藥原是我們中藥的八角 因為我不想它說它 主要的成份在那裡 所以既然主要成份是中藥的一個很常見常用的調味 為什麼連提也不敢提呢? 其實在自然界,很多天然的香薰油、草藥 都是有對付病毒的 病毒在西醫界是很棘手的 沒有真正有效的藥 但是在自然界,很多疾病的瘟疫如何消失呢? 因為自然界有很多植物、香薰油 自然會處理得到 我的觀感就是因為大自然的生物、植物 它本身產生是很神奇的 因為它在大自然生長,它產生了很多抗體 天然的抗體就是防範了宇宙間的微生物 對它這個機體的入侵 它產生了本身一種天然的植物素 有些專家研究出是一種煤 我們中醫的角度,它又有清熱解毒的功效 但這種清熱解毒的功效 導致了有醫病的作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傳統的中醫呢? 它是不用不同的處方、不同的藥物 都可以達到這個要求 它就是利用了大自然中一些神奇的 一些天然植物素的價值 在這方面 這些是中醫最神奇的地方 所以也可以解釋中醫治療之下 副作用比西醫藥少很多很多 大家有習慣聽我的節目 我經常提過 最近有一本英文書 叫做《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個作者是一位美國的西醫 原來在2004年3月 他們有三個博士、兩個西醫博士 在美國的醫學雜誌裡面的死亡數字 因為藥、藥物、醫療誤診 或者正確使用之下的死亡數字加起來 發現美國人死得最多是死在西醫那裡 以前他們通常說是第三大殺手 現在是第一大殺手 大概有七萬九千多人死在西醫那裡 第二個死亡最多是中風和心臟病加起來 都差不多六十幾萬 七十九萬 死在癌症差不多滿年五十五萬 即是說 根本我們現在所被迫接受的醫療 其實在美國已經全威的醫學雜誌 已經指出是一個第一大殺手 但是 始終香港的中醫發展 最近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步呢 我記得幾個星期之前 我們就去立法會那裡 去提出請願 當時有一位立法會的議員 他也說了一件事 他也說得很對的 他說如果在這個時勢之下 如果有個大眾傳媒 肯找一個中醫醫生來訪問一下 講一下他們中醫界怎麼醫 中醫的地位就會大大會提升 很明顯在香港的大眾傳媒 都是受制於西醫 或者可能自己都無知 都是完全對中醫所用的方法 完全提到不提 直至最近 最近這幾天就開始了 其實在香港的中醫 最近的發展情況 有什麼改變過呢 就是因為梁卓偉副局長 召開這個防疫會議 找了他們11個會的有關的人去聚會 就說出了這個訊息 他們才有這個所謂 有些鼓勵之下就說這些出來 這個會就作為一個老會的其中一個 他就立刻登這段廣告出來 就證明他是很夠效率 因為18號才開那個會 今天是20號 那你就真的很快 緊急的通告 裡面最主要都是說什麼呢 都是說我們中醫 要根據衛生署的指引 去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他的精神都在這裏 只不過加多一句 自眉病 自眉病的專業精神 其他地方呢 都沒有什麼特別出現 也都不是因為 他自己自發性去做這件事 而是受到衛生署一些的壓力去做 即是換句話說 就是 講的難聽些叫做橡皮圖章 是 即是主旨發一些訊息 你就去做了 主旨不發訊息 你有沒有敢出來說話 其實無論03年的沙士 還是今年的人類豬流 我們看看季節 在我們中華五千年的醫藥文化裡 都是屬於春溫 是溫病的一種 其實什麼病都死得人 但是這些所謂春溫病 只能令人致命 主要是併發症 是 如果你是及時 適當的處理 你都沒有發高消 沒有繼續向上揚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致命呢 是沒有可能的 那最基本上 就是說 中醫藥 他的治病的方法 就是附作用少 那個所謂 費用也少 嗯 是 變了 這個情況之下 是一個很民間性的治療 但是問題上 香港始終都是 主流醫藥 都是西醫界的當政 所以 由頭到尾 都不會 去徵詢你們的意見 只不過現在 這位副局長 新官上任 就要做一些色彩 第一 就要和充共濟的場面 是 是 以往沙斯年代 都一樣有中藥提供的 不過就是 中央政府自派的人 的人選 去提供 是 是 其實 在幕後英雄 中醫界 都佔了一個部分 是 不過 從來他們不會說出來 因為 從西醫界的口中 說出來 就很沒面子 是 那你想一想到 那個概念就是這樣 是 是 那 在中國現在 有沒有一些新的資料 在中國的中醫界 在人類豬流 有沒有一些新的消息 在香港來說 現時的法例 基本上 是 除了西醫有權去醫 其他種 任何方法 如果你是真的 A型甲型的 H1N1 其實是犯法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法例 就是 很多傳染病的條例 就是這樣的 你到這件事 它成立這個條例 認為這種病 屬於這種傳染病 基本上 它指定的方法 是唯一一個合法的方法 當然 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 根本 是沒有一個醫生 在一個診所的環境之下 是可以說得出 這個病人 是不是 那個 H1N1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而往往 現在的所謂 檢查的實驗室的方法 都是要很多日的 就是過去十四日才知道的 所以到十四日 病人應該都差不多 要是好 要是已經有大問題 好了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然後我們會繼續今晚的講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我們回來繼續今晚我們的講題 就是關於那個豬流感 那裡的現時發展 看看中醫那方面 是我們的處理方法的 我們都知道了 在報章上都有講 我們的局長周恩樂 就寫信給美國 因為我們都 其實很多人從美國回來都看到 雖然美國差不多是人數 所謂證實的人數 差不多是最多的 但是美國的一般的 在飛機場也好 一般的市面上 那些人是完全沒有做出任何的預防 或者感覺是有傳染病 而出現著的 所以周恩樂 他那封信是怎樣跟人說的 他想別人怎樣做的 我具體當然不知道他們怎樣寫 但是又聽到他電台說 就是說 衛生福利食物局局長周恩樂 會去信美國 會去信美國 就是要求美國政府 不要再 輸送這些疑似的人 不是疑似 是真的 最多是他們 那他的意思 主要是說 要繼續做隔離等等的防疫工作 這個是全世界都要關注的 但是我之前 所知道 美國是後來居上的 最先是墨西哥 原來大家坊間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有個笑話 說出來是笑話 但是不要說 沒有可能 原來有些人說 會不會是恐怖襲擊的行動 可能大家都覺得好笑話 就算是放在美國 也會放在墨西哥 那你就錯了 這個才是最高頭腦的人 因為墨西哥和美國接壤 是一步撈過去就是美國 一步撈過去就是墨西哥 那你做這個恐怖襲擊 如果你在美國境內做 相當有困難 但是你在墨西哥那裏做這個行動 踩到墨西哥 即是踩到美國人 是不是 那這個當然是坊間傳聞 還不是事實 但是呢 很明顯這陣子 美國後來居上 多人過墨西哥 人數也都相當之多 多到現在日本仔 都被他關照了 我不認同這方面 我不認同這方面 不認同就是講陰謀論 這些大自然病毒變種是很自然的 因為現代生活 多少化學藥物 多少化學原料 在大自然間突然污染了 這樣就產生新的病毒 產生新的抗體 病毒本身會產生抗體 這件事是很自然的 事實上 我還不是很認同這樣說法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說法嗎 原因就是很簡單 這次病毒是有幾種混賣的 歐洲的豬流感 香港亞洲的豬流感 加上墨西哥的人流感 今天美國的有幾種 又有瘋流感 如果你說自然的變 變是機會很少的 那就是根本 這種情況 只能夠在實驗室製造出來 有原因的 不會就這樣說 那為什麼呢 原來呢 美國有一間製造疫苗的公司 曾經是真的故意 將有病毒放入疫苗那裏 而輸送給十八個國家 最後被人捉到是罰的 所以這不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是絕對有根據的 如果大家了解愛滋病的傳播 已經很多人都知道 這是一種人為的病 是自然界 一個非洲的猴子 一個綠猴子 由這樣傳播 是不可能的事 在愛滋病的突發 美國三個主要城市 突然之間打了疫苗注射爆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要深深ivent 真正知道真相 其實arlo真的要互聯網 才可以看到這些訊色 沒錯 那為什麼美國會這麼鬆懈呢 很明顯 你看ают 這個流感 我覺得流感是避無可避的 歸候性 詞節性 要處理得好 又不會死太多人 又不會anh距破的事 錢法闑 所以美國人都不會再開 那如果你說很大金像 那麽大的国家怎麽封呢 而且会引起恐慌 一一引起恐慌 最大的算是经济的损失 一马六一的说法 美国人就故意把这些病放出去 又不是死那麽多人 到时便买多些特敏福 便买多些疫苗注射 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因为你看到病毒 如果有这麽复杂的病毒 有何可能在自然界变出来呢 要猪去到一个禽鸟 去欧洲感染到猪流感 接着飞飞到美国 又换了一定的猪 又要去到亚洲 这是机会很少的 当然早期是有这麽报导的 但最后他就变口供 就说我们不要叫猪流感 就这样叫甲营 H1N1 即是很普通流感 既然是普通流感有何大不了呢 所以美国这样做法有何大不了呢 死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长期病患者 这个是那个所谓的校长 那个在理校长 本身是有病的 所以说面对一个这样的流感 那费窃性的流感有何大阵仗呢 是很多不懂的国家才有这麽大阵仗 所以美国的做法 在我们的理解 看到真正的现象 其实是不奇怪的 但他永远都这样说的 你不知道下次会变成怎样的 那永远都可以这样说 你只不过有一个1918年 1919年的世界性流感阴影 所以整个人都说 要变成这样就怎样 变成这样就怎样 但始终那麽多年 都未真正正视过 1957年 那个亚洲流感 是死得多些人 但我始终都说过 我们要了解一下 死的人 是因为他死在流感的原因 还是死在治疗的手法错误 1918年 1919年 为什麽多年轻人死 因为当时的药物是用亚时不灵 亚时不灵 亚时不灵用在病毒性的发烧感冒 是会产生一种病叫做Ryce syndrome Ryce syndrome是一半人死亡的 那其实为什麽那些年轻人死而老人死呢 就是因为年轻人 食亚时不灵 对付这些病毒性的发烧感冒 就有这种后遗症出现 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了解 医学方面的发生了的常识 我们会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了解 当人死得多的时候 就是了解是为什麽死 那我想说一说 就是2003年 2003年 我感觉到那些死亡人数 它不是被病毒直接杀死的 而是被药物负作用而死亡 或者得不到合适的药物 是的 没错 过量药物的负作用 大多数是这样 因为所有 我发觉很多 一些叫做单一性药物 制成品 如果它过量使用 它就会对心臟和肝臟 产生一种负荷的 人会感觉到心臟会震抖 还有肝臟是很疲倦的 因为破坏了肝臟的造血功能 那人是非常疲倦和不息的 有些甚至失眠 头痛 这些负作用 所以 我觉得2003年到现在 很多中医师 我都知道 很多中医师经常接触到感冒 流鼻水 喉咙痛 咳 长期咳 吃其他药是医不了 但它一转用中医药之后 它喉咙很稠黄绿色的痰就会消失 很快就会传续 其实我们听众也应该知道 什么是感冒 什么是伤风 什么是鼻敏感 我经常听病人说 我经常都伤风 每个月都伤风几次 一听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你真的伤风感染了之后 你有免疫一段时间 这些情况之下 通常都是鼻敏感 伤风和感冒的分别 可以这么说是严重的程度 伤风很少会发烧 很少会周身冤痛 症状是很表面化的 鼻歌 流鼻水 咳咳咳咳 这个为主 但到感冒的阶段 你周身冤痛 累累累 发烧 头痛 肌肉骨痛 这个我们就叫做感冒 其实是三种 但是三种都是病毒 说回病毒 在中医方面 对于病毒方面的草药方面 多不多 当然了 过去的中医 是没有这个病毒的概念的 我也不会看着 哪个病毒去配哪个药 但其实在中医界里面 有很多方面的工具 中医对病毒的看法 传统的中医 就不是说病毒 如果四时感冒 这些都是主题 四时感冒的主题 就是 他 温病 他说那些病毒 是叫邪毒 有些叫邪毒 症状 流鼻水 喉咙痛 有痰 这些是四时感冒的特征 这是一种特征 这些是 大多数现代人所说的 是经呼吸道传染的 另外一种 叫陰毒 传统的中医叫陰毒 陰毒是 因为导致鼻敏感 和喉咙慢性发炎 口腔发炎 牙肉发炎 以及有些是 陰道 或者生殖系统 或者鼻尿系统 这样的 有种叫陰毒 传统的古医书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各种就是 这种陰毒性的 传播 就是经 链磨 人体的链磨 因为他大多数 都是在人体的链磨之身 所以 现代人和 古代人的看法 就是有些 区别 终于在古书里面 都已经有记载 当一个 流感症的严重得来 会影响不同的器官 其实当时 已经有这方面的记录 就是说 这种病 很明显 不是现代的 病毒的演变 才有的 其实以前 一直都有的 很明显 中医 一定有方法 去处理它 在中医方面 我们有没有 我们知道的 有什么 常用的工具 可以 它是分 基本上两大类的药物 一类就是医伤感冒 去痰 清痰 另外一种 就是当你医不到 医伤感冒的药物 但你仍然保持 鼻孔不舒服 觉得痕痒 痕痒 痕痒 表毒 就是双方感冒类的药物 比方说 中医的药物中有两大类药 一种就是清表毒 就是热毒 另外一种叫阴毒 阴毒有些人叫寒咳 寒咳就是慢性病的类型 就是形成了鼻敏感类型的那种病 因为很多病人经过感冒之后 就会咳咳咳咳咳很久 咳咳咳咳咳咳咳很久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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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很久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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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个月 这种事就是当他的伤口未养 Sergeant 或者他未得到合適的药物 合適的药物完全清除了他咽喉的病毒 中医通常不会用这种病毒的症状来看 中医有不同的配方的辨证 中医通常遇到这种流感 通常用哪一类辨证的大路方面有什么呢? 中医大家都坐在一起都明白了 病症论治 当然每一个病人走过来都有不同的病症 虽然很多都会接近相似 但是仔细来说都是有个分别 所以中医要有一条药方 这条药方完全说这个猪猴感完全搞定杀的 没什么可能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 有寒有热 有血有实 年纪的问题也不同 男女也不同 所以如果要问中医找一条 这条药方正式是神方 我想正式的中医都不会提出这条一定是先丹 没得顶得了一定行 所以如果要煮某些粮茶 一定是全世界都合适 这也是有点搞错了 但是如果以中医中药 事实上面对现在市民的诉求 认识 因为香港的市民 绝大部分已经被西医洗脑 什么都要说病毒 什么都要说证据 但是事实上我们中医药 中医药方面 在我们国内已经是有一个很大量的研究 很多种中草药 已经可以分析到它对各种病毒 有一种 比如某一些药 已经对有十种八种的病毒 都是有一个疗效的 这样用它的时间 就不会那么容易 好像西药那样产生一个抗药性 现在问题就是 以前那些牺牲药 我们难听说叫吾诊那些病 吾烟 吃了一些西药那些 搞到他们真的七零八六 这是很悲剧 如果有中医药 全面照顾它 效果应该就不像历史 始终在中国的中医学院里面 其实他们有很多用现代的科技的方法去研究 他们有哪些中草药 我们已经用西的态度去看 是会处理得到病毒呢 其实一般 如果初起的感冒 嗯 初起的感冒 是的 是的 但多数都会以咳咳为主 用桑菊饮 桑菊饮 是热的 是 在说它是热的病症 那 后隆痛为主 就会用银桥散 一般拿着银桥散去预防感冒 都很好 不是预防 正正医治 香港很多城市都有 通常我们会背一条方 背出来 银桥散做底 咳行人 加下去 是 不行人 鹿毛巾 即是它咳到出血了 或者它有炎症出血 鹿毛巾 热枝臣 很热的时候 枝子黄臣 喉痛肚圆心 它喉咙痛了 肚流七 圆心 板蓝根 这些 热甚大青鹰 如果它很热 热到很厉害 就会落大青鹰 蒲公鹰 痰前背 如果它有痰 就落前湖 折背母 或者村背母 痰囚枝瓜褂 痰囚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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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母 瓜褂皮 再发热 加上白虎湯 白虎湯 生石膏 枝母 生金草 这个降热 很厉害 加上流行性的感冒 它传染性很强 通常用一些 杀病毒很强的 冠重 坊间经常都说 板蓝根 大青鹰 白布 这一类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用 应该帮到 因为 衛生署 其实都是向香港的 注册比例中医 都有发放一些 指引 它都用中医 那几种辨证的方法 给一些指引 如果这一类 那你用这个 做基础的方法 但是呢 我发现 近日的流感 很多都是 会有 腸胃的问题 腸道的问题 就是会 肚射 肚射 那 就要配合 一些肚射的药 嗯 就是在加减方里面 是的 在方里面 加减 配合 病 先先是轻 中期 后期 转移到 咳 很多时候都是 先前 一般我们感冒都是 五至七天才能痊愈 但是呢 最初是感冒 头痛 整身痛 刚才你也说过的症状 是的 他就会有咳 嗯 可能他在饮食方面 没有留意到 于是他就留下咳 咳咳咳咳 咳咳咳 差不多整个月都留下 是的 很多病人都是 那时候才知道 但是这类的咳 通常西医 真的用药 他就不够中药 那么快 不是 他可以按的 有时按的 但按了之后病很不舒服 尤其是有痰的咳 身体要清 那时候 你够一按是很辛苦 那个时候 就潤醋 嗯 潤醋当中 都有很多条方 那就配合了 看看他那个情况是如何 都很失效 那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瘟病 刚才余医生所说的 瘟病 其实中医来说 很大派 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方 那所以 我说 为什么香港在现在这个 其实中医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瘟病 是一个很大的派别 所以这方面经验很多 但是很有趣 为什么 在香港在中医 已经被认可了 已经被认可了 已经数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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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遇到这些 中医拿手的病 提也不提 提也不提 所以 大众传媒 说来说去医院 看西医 吃特敏福 这是一个很 我怎么看 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因为我始终觉得 最终最终的问题会出现 有些人始终都没有办法 不能够预测这种 严重的流感会不会出现 但最终最终当它出现的时候 可以很肯定 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 是肯定不会够的 香港不知 二万多三万个病床 如果一爆发的时候 根本是不足以应付的 之前隔离在一间酒店 幸好是实施间的 被人说 鐵盘政策即时做 做些事 始终给人感觉 你做些事 好过什么都不做 现在想想不行 如果一间酒店有十多层 有千多间房间 大酒店就不敢做 不敢做 就说 一层 现在想想 都不行 如果真的遇到全部之后 香港有几多个度假屋 给你住 真的一百万个度假屋 都玩完了 其实在外国 一直都这样说 你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自己在家休息 不用搞这么大的阵仗 但问题是这些 香港不是只休息放过你 你还要走出街 去某个地方 去定时吃特闻福 那就是好笑 那一头要在隔离区 那一头要走过去 不坐的士 那坐什么车 坐单车去 那怎样 途中的士司机 又被你感染 那就是 你可以看到 其实 基本上整个问题 就是我们西医 不懂得医 是这么简单的 流行感冒伤风 有没有可能 倒绝得到 是转转不可能的事 每一天都可以自圆其说 是吧 那种药没有下 又变种 疫苗没有下 又变种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有这么好的传统医疗 效果这么高 为什麽是只字不提 好像当它不存在 那就是香港的中医界 何时开始有些人 开声做些事 那我觉得 我在中医认识 各中医界 我觉得 除了香港中医师 权益会 里面 是有人 好像余各位 肯站出来 肯去立法会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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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就是 为中医界 说些东西之外 其他那些 大家都很安于原状 很多时候 当有些药物 是发现 所谓有些毒性的药物 就说 要禁用 那一声都不出 西药 那些化疗药 令你头发脱了 吃到你 然后周身都干干 沽了 这些强的药 幅射这些 又不禁用 一个中草药 有所谓有些什麽的 毒性的成分 就要立刻禁用 但始终中医界 肯出来说话的人 都是不多 不够 我唯一的解释 就是 香港可能真的 有本事的中医 可能真的不是那麽多 听说 现在中国大陆 有多少个中医 有多少个中医 300个 即是真正的传统的中医 13亿里面 真正的传统的中医 多谢各位嘉宾 和我们今晚分享 我们中医界的 如何去处理流感 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下个星期三 晚上九点到十点 再和大家网上讨论 下星期再会 拜拜